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到那个演播厅的时候 你觉得今年的春晚给你的整个的感觉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每年春晚虽然大家欢乐的气氛都是一样 但是可能每一年它的主题就是创新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今年春晚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大家通过整个年三十关注整台春晚 包括关注我们小凯的表现 都会觉得可能在舞美节目上会有很多的创新 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 2021年小凯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最说在新的一年 新年钟声敲响之后 2022年的农历新年开始了 有没有一些新的工作计划 能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工作计划还是忙嘛 忙点好 忙点好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希望能够在某些 比如说影视剧当中有一些自己想挑战的一些角色 之前没有接触过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角色就是最好的 因为可能一些角色 如果你自己觉得不适合 那我觉得就没什么必要 对我觉得自己能觉得自己挑战自己 然后能够驾驭的 就是我觉得偶像去演绎的角色 首先先要说服自己 让自己能够接受 自己相信了 我觉得才能感染 观众朋友们去相信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 我们的小凯真的是长着一张非常非常精致的脸 就是偶像剧男主的这样的脸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在新的一年当中 会挑战一些偶像剧这样的 如果遇到合适的 当然会去实验 对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拍 我相信却是没有能够打动到我的 对 我觉得最先还是就像你说 最先能够吸引自己 对 对 其实我们过完了这个春节了 然后马上就有一件国家大事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咱们的这个冬奥会 大年初四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各国的冬奥剑儿 在我们的赛场上驰骋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剑儿 征金夺银 而且呢我们其实也有号召 就是全民上冰雪 所以说我不知道 小凯有这个滑雪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 我其实每一年基本上都会去滑雪 可能会抽个那种 那么特别紧凑的时间 都可能会去滑一会 对 尽管工作再忙 也是希望能够享受到这个驰骋雪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一是那是一种放松 而且我感觉那就像一种对于雪的那种向往那种感觉啊 因为滑雪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啊 对它其实很容易挑战就是你自己的每去一趟你可能就想学一点新的东西你可能就要不断的摔跤呃不断的去重复自己的失误啊 但是还是会一遍遍站起来去克服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挑战的运动 而且随着这个技术的娴熟越来越挑战就是高难度 高度越来越高 所以说小凯你是喜欢滑单板还是 滑单板 滑单板啊 OK 那其实如果在其他季节你还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 跟随到季节不同的话 我觉得反正 只要是运动 我觉得只要是有朋友在什么运动都可以 就是可能夏天的时候 我觉得打篮球这种是非常好的 但就是错不到人 有的时候可能冲上三个朋友只能去逗逗牛了 OK我觉得大家应该跟小凯一样 只要有时间工作再忙 我觉得也抽出一些时间运动运动 对对对对对 因为健康最重要 对健康最重要 其实呢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全网刷屏了 就是我们小凯的一个新的作品刚刚杀青 而且还有一个先导的好像一个预告片是跟葛优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能跟我们讲到这个戏吗 这个戏就是一个家庭的戏剧 他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诞 但是其实有温暖的地方 也有开心的地方 是一个笑中带泪的一部影片 对非常欢迎大家期待一下 对情绪感非常的这个充足的一部影片 对我觉得也是对于家庭探讨的 也是对于人的一生的探讨 或者说是家庭影响的探讨 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里边有一个我相信应该是你期待很久的表演艺术家就是葛优老师 对这次跟跟这个葛大爷有没有学到一些新鲜的一些东西 这次学到特别多啊 因为其实大爷真的是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艺术家 首先就跟他合作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紧张 大爷非常期待哈 大爷给我觉得给了我太多学习的空间了 就是包括他的表演啊 还有就是他对于剧本创作 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会拍完戏 每天晚上都会去讨论一下这个戏里的 就是可能有什么需要觉得怎么样改一改合适啊 就是跟导演他们一块创作讨论 每天都会 所以就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就会让你学到特别多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大爷对每场戏都是非常明白 从他的一些言语啊 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 你可能怎么想都想不到的那种理解 就他有独特的理解 就这些方面都学到很多 而且大爷有给我 也有给我去指导一些 就是教我就怎么样去更好的贴近人物啊 或者是说理解人物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经验 在片场葛老师跟你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如果不拍戏的时候 大爷的口头传就 又 又来了 又这段挺不错 对 对我相信这个是大家不止在一次 在我们其他地方都看得到啊 OK 那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春节啊 其实每年我们的小海在我们的春晚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之后 呃 今年有什么样的打算 接下来是回回家过年还是还要继续再去工作 嗯那春节肯定是放假了 嗯放假 那至于要不要回家 那我觉得希望吧希望可以回家嗯有多少时间没回家跟家有有挺长了两年了吧两年的时间嗯两三年了吧我也忘记了真是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把更多的精彩留给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啊我觉得重要的是希望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其实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是春节也能够更加开开心心的过大年去跟家人团聚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相信这一天一定会马上到来是的也许就在下一个春节期待这一天对期待这一天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回去特别是以前春节回去的时候你是会你是属于那种收红包的比较多还是你要给身边的弟弟妹妹们晚辈派红包的比较多给的就比较多啊给小的时候肯定是收的多基本上不给你给不了 ok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小凯会呃做饭也是相当的了得哈就是有几个拿手菜所以说在春节的时候会给家人做一些菜吗春节肯定轮不上我了在家里会做饭的人太多了啊对主要你会负责什么吃吗主要负责吃主要负责捧尝对认可ok呃其实2021年已经过去了如果让你用呃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去总结你过去的这个2021年你会怎么总结 嗯2021年就是收获嗯收获积累来自于就是各种不同的方面吧嗯专业上的收获对收获积累对都是呃保存在自己人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财富对呃如果去用呃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去畅想一下2022年你会有怎样的一些期许或者展望 呃2022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赶紧过去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嗯我觉得疫情呃快点过去然后我们就能够非常安心的去走进影院去看我们小凯的演的电影师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ok 好那其实呢在我们整个访问最后呢还是请我们的小凯借着我们的镜头向我们凤凰网娱乐的朋友呃来送上新春的祝福吧好 祝凤凰网娱乐的朋友们新春快乐虎年大吉虎虎生微感谢我们的小凯来做客我们的专访间那我们就期待我们接下来的2022年小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谢谢大家谢谢